来看到花莲市食物银行备受民众肯定 长期接受各界善心人士的捐赠各项物资 而04-03大地震之后 更有多个企业以及团体是陆续透过物资 来表达对弱势受在乎的关怀 而日前摩斯汉堡花莲中山店 以及善勤词汇堂 是分别透过行动奉献爱心 充实花莲市食物银行也加会了弱势族群 摩斯汉堡花莲中山店把店内明星商品 包括了冰烤番薯、豆奶、吉时咖喱还有可乐果 捐赠给花莲市食物银行 希望可以帮助弱势民众可以享受到摩斯汉堡的好滋味 我们店长徐桂林小姐 因我们的母亲节活动 然后有捐赠我们的明星商品 就是我们有汉地瓜、豆奶 还有我们的可乐果 然后来我们的食物银行做个爱心 然后响应母亲节 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谢谢 而花莲圣地池汇堂总堂和善勤池汇堂 也把地震、消灾、祈福法会的贡品捐给花莲市食物银行 我们监民监2千斤 花莲县政府就会出1千斤 今天监3千斤 对于企业和公庙的善心 花莲市公所表示感激 今天感谢摩斯汉堡捐赠了这批的生活食用物资给花莲市公所食物银行 那其实在0403的地震以来 就是花莲市其实各方面的不管是经济还是市民的民生 都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那就是这时候其实真的很感谢就是各界的善心 不管是企业、店家等等的都及时的捐助了他们的爱心进来 那这次真正的物资来说那其实还有一些冷冻的食品 那它保存期限和它的营养都非常的足够 那就是欢迎市民朋友或者是其实有受灾的民众 如果家里生活上有需要都可以到我们 为与中校国小旁边的食物银行来做请你 今天要特别谢谢我们圣地慈慧堂跟我们善请慈慧堂 在这边0403的一个消灾期服一个法会 那今天将我们普渡的一些物资跟白米 那一并的交给我们社劳客的我们食物银行 那我们会将这批物资交给有需要的人 那再次的跟今天我们所有的捐赠单位说一声谢谢 那未来如果还有不管是庙宇或是公司都有捐赠的话 都可以跟我们社劳客这边做一个联系 那我们会将你们的物资妥善运用 发给有需要的帮助的人 施工作表示有任何面临生活困境需要民生物资 不分乡镇市都可以前往花龄市书银行来填表森林 借旅会欢迎市报道